我逛累了 我坐这歇会儿 我搁商场沙发上 我坐会儿看完手机 你就过来说我 商场那么多情侣 人别的男朋友坐那儿的时候 歇会儿人女朋友 怎么不说人家呀 你就非得当成 百分之一就过来 说我这个说我那个的 你穿个新衣服 你过来问我好不好看 我说好看 你说我敷衍你 我说不好看吧 你又闹气 你说我拒绝你 就上次你看上一个玩具 我说咱们再看看 你就直接闹气了 你说我拒绝你不给你买 我就是喜欢那玩具怎么了 我就是想要哪个 我不想要别的 我也没说不给你买呀 我说咱们去前边 再看看对比对比 你不是也爱多加对比对比吗 你这不是熟眼吗 我现在说你一句两句 你就开始说我 上次让你帮我拿个东西 你让我自个儿去拿去 你就开始闹气 那东西离你那么近 你拿下怎么了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时候我身体不舒服 不方便 我刚做完手术那时候也是 你又拿你手术这事说事 那个主持人我跟你说 就是他之前做手术 身体不是不好吗 我就一直没跟他计较 找工作呀 什么烂七八糟的事 怕他有压力 他现在手术都好了 他还不找工作 还不上进呢 我不是不找工作 我等我彻底恢复好了 我也能放心地去找工作呀 而且我在家玩游戏 我缓解一下自己的压力 心情好一下 医生都说心情好 有助于病情的恢复 你天天在说这个说那个的 我身体上病完没好 那我就被你逼出来 什么心理上 什么精神上的病了 哪有打游戏恢复的呀 我可以缓解一下 自己的心情嘛 那你不会读书嘛 你读的书不行嘛 你听着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